希望扩大推广产销履历农粮产品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推动了产销履历我最新APP 这天在台中草雇广场举办了产销履历最给力的线上集张活动 呼吁更多店家加入线上系统为消费者的健康来把关 幼稚园小朋友与农粮署吉祥物 以活泼可爱的舞蹈为这场产销履历最给力的起跑活动 揭开序幕 希望推广产销履历我最新APP的下载使用率 产销履历认证的食材农产品 让生产酒赋予它的生产责任 包括生产的过程 什么时间用药 什么时间用肥料 什么时间去做采收等等 这个过程都会在手机上面呈现 好 请看前方 主管那位指出 在农委会的辅导下加入APP的溯源餐厅 目前已有一千多家 分布全台从产地加工分货到餐厅 所有流程都有记录可查 要在消费者与餐厅间建立起一座幸运的桥梁 有些餐厅他会愿意把这些资讯告诉大家 有些资讯有些餐厅不愿意 那只是说我用一公斤我就说我有用 所以怎么样去保障消费者 就是让消费者确保他是吃到真正的产销履历证农产品 当大家到我们的店里的时候 透过这个QR Code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进了多少产销履历的东西 那在吃的过程中他也会觉得很安心 农量署表示为了推广APP 目前已经在全台设置超过500个几张据点 并且陆续增加中 民众挤满6个张就可以参加抽奖 让民众赚到健康与好康 据林济阳还真看不到